澳门在十一黄金就七天共有十八万多旅客入境 当中九城市大陆旅客 在十月一号一天有三万七千旅客入境 是今年的第二高 饭店的平均住房率有百分之六十六 最高一天超过八成 景点零售店都远潮在线 赌场在十月的一到九号 更入得近七十五亿台币的收入 平均每天八亿多 是九月的双倍 但在看到曙光之际 大陆各地疫情升温 特别是广东包括珠海深圳都有疫情 恐怕再会影响赴澳人数 而下月开放的旅行团赴澳 恐怕也会受影响 港澳防疫大不同 澳门仅跟大陆七加三 保持两低通关联检疫 香港则逐步放宽到零加三 联通国际 随着日本恢复自由行 日本街头立刻有不少香港旅客 而澳门不止没有国际旅客 减疫七加三 使得他们出国容易回家来 而且国际航班也大幅减少 飞日本的每周只有一班来回 以上是做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